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家庭版麻辣烫的做法 下面这些就是今天做麻辣烫所需要用到的一些食材 首先把西兰花根部去掉 把西兰花切成小块 清水里面加入一勺盐 把西兰花浸泡10分钟 土豆切成厚片 放入盘中备用 豆皮切成条状 金针菇切掉根部 把金针菇四分小朵 加入清水浸泡5分钟 再准备一些香菇切成块 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面紧把它切成小块 也放入盘中备用 洋葱切成条 大葱切成段 生姜切成片 大蒜切成两片 所有配菜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锅内准备一锅水加入食用盐 加入油 把西兰花放入锅内焯一下水 西兰花焯水一分钟 捞到盘中备用 锅内油烧热之后 把所有配菜下入锅中 再加入花椒和香叶 开中火翻炒 开小火慢炸 把大葱洋葱炸出香味 全部炸香之后把配菜取出 接下来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来一小块火锅底料 把它炒香 香料炒香之后 接下来加入清水 再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食用盐两勺 先把牛肉丸和鱼豆腐放进去 把香菇也放进去 开大火煮开 煮三分钟之后 加入面筋 土豆 开中火继续慢煮 再煮两分钟之后 加入金针菇 西兰花 最后再加入铜汤 好了 家庭版的麻辣烫就做好了 煮了满满一大锅 够我们家四口当午餐了 麻辣烫 这样做 搭配上米饭 是真的超级下饭 再配上一罐啤酒 是真的吃得过瘾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 是非常懒人的做法 就连没有下过厨房的朋友 一次也能做成功 喜欢吃麻辣烫的朋友 赶快动手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